我们的职责 我们的使命 超级战士 为荣誉而战 观众朋友 你们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超级战士节目 在过去的两周时间里 我们已经为观众朋友们播出了 两期的北京区大比武的军交运输专业 和卫生兵专业的比武竞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带您一起来感受体积更加庞大的大型装备 被誉为陆战之王的坦克和装甲车 李延俊 在之前咱们超级战士去过很多的部队 也拍摄了很多的坦克和装甲车专业的比武 你觉得这次的北京军区基础大比武和以前咱们去部队的基层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你看以前咱们超级战士的比武竞技都是在团级单位 实际单位这样的单位内部进行 那么队员和队员之间它是知根知底的相互非常熟悉的 那么这一次可以说是北京军区整个军区的大比武 它是先在每个单位的内部进行了严格的选拔 前三名的队员才能够代表这个单位参加整个军区的大比武 那么进入到最后坦克和装甲车专业的各只有12名队员 可以说这些队员之间它是互相不太了解 不知道的不熟悉的 那就说是精英与精英之间的较量了 没错 确实是各个部队精英与精英之间的较量 另外参加这次的兼兵2010北京军区基础训练大比武 还真的让我大开眼界 为什么呢 我看到了不同年代不同时期的各种型号的坦克和装甲车 真是过一把瘾 以前是在一个部队相对的坦克和装甲车是比较单一的型号 这次是一个大聚会 又是一个大比武 响应一定是非常激烈 非常紧张的 一定有很多的精彩的镜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精彩的瞬间 好的 没问题 压制 无悔 我服从太大了太久 比我想象中要好一点 稍等 看到这次坦克和装甲车的比武精彩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他们的表现也是各有千秋 我感觉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段不一样的故事 是的 每人都有不同 是这样 连俊 我有一件事一直想问你 在比赛的前一天 我们本来要组织开会的 但是一直联络 你联系不上 不知道你去哪了 那天晚上我一直是关着手机 因为我去暗访了 去哪暗访了 我先不告诉你 咱们先看片子 拍回来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北京军区大比武的帷幕明天就要拉开了 现在是晚上的十点十分 我听说参加这次坦克驾驶和坦克射击 这两个专业的总决赛的选手当中 有参加过我们去年超级战士比武竞技的队员 不知道他们都是谁 我来到他们住地 看看 陈志 陈志磊 陈志磊 你好 你好 我今天真是非常的巧 伊特门我以为没有人 结果一下看到 你在那坐在干嘛 在复习信息化理论知识 正在复习的 就是参加过我们去年坦克驾驶的陈志磊 是不是 经过一番了解之后 我们得知其他选手都在楼上的危机室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他们此时都正在干些什么 挺热的 你看 没有空调 只有一个电通扇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在这么炎热的夏夜 选手们都没有选择休息 而是宁可热的脸上挂满汗珠 也要争取这最后的一点复习时间 李延俊通过你的暗访 我们观察到这些选手之间 比确是非常重视这次比武竞赛 对 我也看到他们非常熟悉 我想起来他们是去年在中日和基地 参加过我们超级战士比武竞赛的那些选手 是吧 对 没错 你的记忆力非常好 因为我们去年是在中日和基地拍的 坦克专业的一个比武竞技 因为团长杨瑞杰 他是一个全军艾军精武标兵 所以他根据自己20年的经验 总结出了自己一套独特的训练方法 所以说那期节目 很多的科目都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都是其他部队所没有的 然后我在现场看了 就感觉到是 好像是在欣赏坦克的特技表演一样 你还记得跳断崖吗 当然 我记忆非常的深刻 有一关的比赛 是让我们的选手 开着坦克 跳2.4米的断崖 没错 非常的惊险 非常的刺激 而且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看来印象非常深刻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好 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精彩的瞬间 张力 再次回头来看一看他们当时的高超的技艺 你是不是对他们这一次在北京军区大比武当中充满了期待 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们的确是非常厉害 但是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没错 他们虽然是非常厉害 但是我觉得在抢手如铃都是尖子当中要比出一个高低来 他们的压力也是的确很大的 非常大 我不知道这次驾驶专业他们设了几个比赛科目呢 那么这次驾驶专业一共设立了三个科目 分别是故障排除 理论知识考核 最后是过限制度障碍物 每一关之后都要根据成绩列出一个名次表 然后三关过后把总成绩相加 然后得出一个冠军 明白了 他们这驾驶专业就有三个比赛科目 对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精彩表现 好的 大家看我身后呢 一字排开了各种不同型号的坦克和装甲车 这关主要考验我们的队员 他们如何正确找到故障 然后把故障排除的能力 那现在队员们正在车里面呢 做最后的准备 为了让他们安心比赛 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们了 第一关排除故障比赛规则 选手先到主裁判席抽取自己的考题 然后由考官按题设置故障 待故障设置完毕后 选手方可进入赛区 上车查看故障原因 直接回答考官问题 最后在规定时间内排除故障 最终成绩 考官将依选手的现场回答 实际排除情况和用时等综合评定成绩 满分为100分 为了确保比赛的公平性 每一关比赛前裁判都会清点人员抽签 并且明确规则 故障设置完毕 在裁判发出故障设置完毕的信号后 第一个上场的是孙云瑞 一项话不多的他在比赛开始后 却表现得相当差 对于他们这些成天和坦克打交道的战士们来说 大部分的故障都是不用在坦克上从头到尾找一遍的 只要用耳朵一听 基本上就能判断出问题出在哪了 一上车 孙云瑞就直接奔着目标去了 看来他的判断很正确 但是由于这次比赛所设的故障 规定完成时间不同 所以抽到短时间内完成的孙云瑞 并不占用时刻 并且由于在最后的环节耽误了一些时间 所以孙云瑞的用时比其他选手来说 就显然稍微有些长了 不不 发言不动 请你返回裁判起 跟 在刚才在陛队当中 你觉得自己感谢什么 发挥震头 一定发挥震头 场上其他选手的比赛仍在紧张激烈的进行着 裁判们也开始准备下一个选手的障碍设置 由于考完和代考人员的分开管理 所有的选手都不知道自己的战友和其他选手的途径 这让在待机区的冯兴和陈志磊显得有些不安 冯兴一上场就选择了不同于孙云瑞的检查方式 直接凭着自己的经验先到车尾警察 让我们回忆一下比赛开始前 裁判的故障明明是设在车内的呀 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这样的错误判断 会不会对他接下来的发挥造成影响呢 请您说出此故障明明的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 是否明白 明白 应排除空气 第二步应检查看那个 喷油器与喷嘴是否结合紧密 请你上车准备工具 进行排除故障 工具准备完毕后 下我报告 虽然之前的检查出了问题 但是从理论回答来看 冯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看来发动失败时 他已经听出了真正的故障原因 不愧都是酒精沙场的老将了 接下来的实际排除故障 冯兴一下就找准了要害 但因为拿错了工具 来回又耽误了不少时间 好在最后的环节都还算顺利 就在冯兴到达裁判席的时候 同属卫戍区的陈志磊 就在旁边抽签准备上场 591号故障设置完毕 评判员同志 北京卫戍区驾驶员 陈志磊前来竞赛 请您按照发动机启动要领 启动发动机 陈志磊在裁判的要求下 先启动发动机 让我们看看 他是否能一下就听出故障原因 果然是他们部队内部选拔的第一名了 对于所有的故障原因都了如指掌 请您说出此故障的故障名称 发动机不能启动 过去是裁判的要求过于苛刻 使得一向能说会道的陈志磊 开始显得有些紧张 但愿这样的问话 不会对他接下来的发挥有所影响 虽然在前并不知道 冯兴因为在比赛中少拿了工具而耽误了时间 但陈志磊还是凭着自己的经验 挑选了足够的工具 在这样高手如临的比赛里 胜负往往就在于这微小的细节上 而娴熟的动作也为他赢得了不少的时间 明明抽到的题是可以用时最长的 但是他却比孙云瑞要求最短时间内完成的用时还要短 主考同志 考核完毕 请准时 请把揮财卖席 推 坦克故障排出比赛成绩 第一名L集团军王伟峰93.96分 第二名L集团军杜华92.98分 第三名S集团军李祥生89.58分 排名靠前的还有S集团军的赵龙和北京卫戍区的陈志磊 夏克老师觉得自己回答不到位 对 影响后面的实际发挥 有一定的影响 毕竟这个心理好像造人 这个紧张的心理 坦克组比赛完毕后 接下来上场的是装甲车组的比赛 规则都和坦克的一样 让我们看看代表位数区参赛的 无奇 潘峰 王志涛的表现 很快 三个人都发现了各自的故障原因 但是细数他们的表现 无奇的发挥相对较为突出 仅仅用时19秒就排除了故障 而潘峰也不甘示弱 紧随其后排除了故障 王志涛的动作虽然也很利索 但还是不及他的力量为战友 速度上他有不小的差距 装甲车故障排除比赛成绩 第一名L集团军安亮96.16分 第二名E集团军翟春雷93.88分 第三名S集团军苏建明91.54分 第四名北京卫戍区无奇90.02分 10分钟之后参加装甲专业比赛的所有的队员 将统一进行信息化知识的比赛 他们将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完成100道题 那这100道题呢 是从1000多道题库当中随机抽取的 题目呢都不是特别的难 但是第一因为有时间限定 第二呢因为题量特别的多 所以说呢一不留神就会出现差错 让我们赶快来关注他们的表现 刚比完故障排除 我们就马不停蹄的赶到了理论知识的考场 虽然离的不是很远 但是在六月底北京气温高达37度的天里 一个上午两关的力度 对于选手们的体力和心理素质 着实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夏天人本来就比较容易燥热心烦 要想在接下来的理论知识考试中发挥出色 选手们只有尽快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才能保证比赛成绩 经过一番点名抽签排队调整后 选手们开始纷纷入场 本次计算机考试采用的是电脑自动评卷系统 一旦交卷成绩就会出现在个人的电脑桌面上 所以考试前的准备工作就必须做仔细了 毕竟电脑不是人脑 一旦发生个人信息没写到位的情况 可能就是零分了 此时冯兴眉头紧锁 好像遇到了什么困难 赶紧找监考老师帮忙吧 原来是单位不知道怎么选 不过现在解决了就好 理论知识考试占的总比分 虽然不是很大 但也至关重要 可能最后能不能夺冠就在于这几分的差距 我们现在要解决了很大 这样的表情 原来是考了一百分呢 乔他乐的一副已经按耐不住的样子了 当然试考试就总有人欢喜有人忧 98分难怪如此沮丧了 确实在这样的比赛里不拿满分就是失误了 孙云锐愕然的表情让我们替他有些担心 而冯兴满分的成绩却让我们看不到他任何的异样 陈志磊也是同样的淡定 或许满分对于他们来说是应该的 而非意外吧 所以也就不会有切心的 驾驶专业理论知识考核成绩 坦克组一百分的有来自L集团军的杜华 S集团军的李祥生 北京卫戍区的陈志磊等 而在第一关暂列第一的L集团军王伟峰取得了98分 装甲车组一百分的有E集团军的翟春雷 S集团军的苏建明 北京卫戍区的吴奇等 而在第一关中 暂列第一的L集团军安亮取得了99分 上午的比赛总算是完了 上了回赢区的车 大家就开始按耐不住的聊开了锅 都是理论性的好标 对被骑赖的时候都能让人比较难念 它不像实际操作 驾驶在这三个项目应该是比较消耗比 因为天气比较热 在这个坦克里的江户环冲 对这个体力消耗死了 但是这个有信心 应该上最后一项 取得这个好好的诚意 给自己扣留 对死之后我们都是充满信心 走个脸都充满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当时的镜头 我觉得咱们战士真的特别的帅 特别的可爱 他们的喜怒哀乐 从脸上就表现出来了 你看到他们看到自己是100分的时候 那么的高兴 看到自己98分的时候 就有点沮丧 其实98分也不错 这说明他们是非常严肃 认真的对待这次比武竞赛的 虽然考场非常的安静 原来以为计算机的理论考试是很枯燥的 但是在安静当中 其实暗藏了他们的一种 很激烈的较量和暗中使劲 对 因为这是任何一关的比赛 都要加入到总成绩里面的 别说差一分 差两分 就差0.5分 肯定会影响最后的冠军 或者第二第三的这样的名次 那么在理论考试之后 两天之后 我们才进行了第三个科目的考试 不知道那两天你都忙活什么 这两天我们大家都没闲着 看了视频你就知道了 好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现在我们来到了北京卫戍区某装甲团的野外住信基地 来看看我们的队员此时此刻他们在干些什么 你们好 可以打扰你们一下吗 离最后一关的比赛呢 还有两天的时间 这两天你们在做些什么呢 进一步对这个限制路 还有这个障碍物 在进行一下训练 强化一下 就是保证最后 限制路障碍物不失分 取得好的成绩 那现在这两天 有没有再想一想 前两关的比赛的得失 然后总结一下 对 考虑过这些问题 尤其是故障排除的时候 还有一些失误 这个近两天 这个组织这个强化训练 已经是最后一关了 保证这个不失分 我觉得根据你们现在的排名 如果最后一关 你们要稳定发挥的话呢 还是冠军有力的争夺者 是吧 对 有这个希望 你觉得最后一关对你来说 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 最后一关 觉得最难就是在这个过项路 限制路 就不能碰到这个标志杆 对 因为限制路这个 它这个规则很严 以高速接近 那么接近这个 在什么地方 高速接近 不能在限制杆里边换挡 以前我们练的 应该都是为了抢时间 一般都是冲到限制杆里边 现在不行了 现在只能在这个限制杆弯 弯上换挡 那你现在呢 在完成了前两关的 这12人当中呢 应该是名词 还是比较靠前的 有没有分析一下 对手的实力呢 你这个对手实力很强 因为毕竟的军区比 我都是每个集团军的 这个建兵 因为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的 如果这个一疏忽 就是可能这个 排在后边去了 所以现在必须 要抓紧点滴时间 加强训练 小孙 现在心情怎么样 还可以吧 我应该挺平常的 挺平常的 现在成绩不是特别好 跟你想象的有差距吗 差不多 不会太离谱的 那最后一关准备 准备怎么样做呢 有没有考虑一下 设置一下 正常发挥了 我说 对应链的技术 把它发挥出来 好了 现在前置了 已经上车了 我们发现 它以最快的速度 向这边驶来 差一点碰干 很惊险 速度太快了 好 我们看这拐弯怎么样 好像拐的有点大 不错 车头 调动得非常快 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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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他们在决赛当中的表现 现在非常有信心 看了之后 陈志雷 来 感觉怎么样 还可以 刚才我看你 离得能有十几米 就开始踩油门 一下冲过来了 当时我吓了一跳 差一点碰到右边的标志杆 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对 在里面有这个感觉 从我这个角度视线 好像就是紧贴的就过来了 对 要如果 真正比赛当中 擦着了但是没倒 算不算失误 只要是碰上 就要扣分 哦 只要一碰上 不管倒不倒 对 只要一碰上就失误 对对对 哦 就是避免把中间杆给碰了 我觉得你这个弯拐的是在 比他们两位拐的要大多了 对 因为中间杆 跟其他杆碰压扣分标准不一样 中间杆这个一根都是六分 哦 一根六分 对 那其他这些杆呢 都是三分 哦 是这样 那就是六分很重要 对 那你拐这么大的弯 是个人的习惯呢 还是一种平时训练的技巧 平常都是这样训练 应该说是一种技巧 对 好的 刚才用石是三个当中最短的一个 我还说希望你在决筷当中发挥出比这更好的水平 好 行 我也比你提到 没问题 没问题 这是跟比赛有关的吗 对对对 这个跟比赛有关 这个比完了以后再告诉你 这是什么巧妙的方式方法 对对对对 这是我们自己研究和发明的 一个小秘密方法 一个小技巧 居然还给我卖棺子 那好吧 看在还没开始比赛的份上 我们就先做罢了 但是我倒要先看看这个小技巧到底行不行 看来还真的挺管用 相差还不到十公分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在比赛场上的发挥吧 我听说你们三个的这个理论方面都是一大三 你觉得这两关自己担心得怎么样 担心了 教练指导到位 指导一个话 小布是你们的教练 既是教练又是参加队员 对对对对 当教练又是参加队员 有没有感觉到有点压力 也没有什么压力 因为我们都就跟训练一样 在训练中 就是说对这个训练的课目可能要求的严一点 那从你们开始选拔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 那这好几个月是怎么度过的呢 我们这个白天吧 主要是以实测和固档排组为主 晚上我们做议论 议论学习和上级操作 那最后一关的比赛有两天才进行 对对对 那你们这两天准备做什么呢 提高成绩的地方 再进行训练 然后这个研究一下 来做这个这个方面 时间很紧 不耽误你们的训练 然后开始吧 谢谢 在我们以为拍摄完成准备返回的时候 保障的战事里 有一个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需要委你好 你现在给他们做保障 三名队员在前面进行比赛 你不能上场 此时此刻 看他们在比赛 你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通知备用之后 就是感觉 感觉挺别扭 因为 因为 就明天到自己 就比不上 完了还得 就完了跟上凶练 还得 还得给他们保障 确实有时候心里 想想 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我们是个集体 对于他们的取得成绩好坏 因为我们毕竟一起 就度过这几个月 我不希望我们这几个月 还是更希望他们留到成绩 不敢是核战友 第一季比赛 还是后期 还是武战保障 两次 无悔 联军 看了你的采访 的确是感到他们的确非常感人 在冠军的背后 有这么多的战友的默默支持 也有他们的功劳 所以我觉得他们之间的战友之情 是非常真挚的 是的 因为我采访需要委的时候 我们的距离是非常近的 我能感觉到他自始至终 就想压抑着自己 尽量不要让眼泪流下来 作为我 我真的不敢支持他的眼睛 我也怕他在我面前流泪 我真的不想看到他流泪的样子 因为这次大比武的机会 非常的难得 每一个人都想抓住这次机会 珍惜他 但是他却希望能够参加比赛 但是看着战友比赛 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和欣慰 是的 那么作为第四名替补队员 有很多很多 他们时刻准备着上去顶替参加比赛 但是也可能到整个比赛结束之后 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没能够上场 所以说在这里 我们要向这些在幕后 默默付出的这些替补战士们 表达一下我们的谢意 你们虽然没能够上场比赛 但是你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参加了整个的比武竞技 你们的表现同样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说冠军的背后 军庸庄也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没错 那么经过这两天的训练和调整 我看他们的状态都调整得不错 对 他们对最后一关的比赛充满了信心 咱们来看他们的表现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的冠军是属于谁 装甲车和坦克驾驶专业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首先就要进行的是装甲车的驾驶 然后呢 再进行坦克驾驶的比赛 他们的线路长度都是3.7公里 中间所设的这个障碍呢 有相同的也有不同的 最后按顺利通过障碍完成任务的程度 以及时间长短来取得名次 大家看 我身后这辆车已经发动了 马上就要出发了 第三关限制路障碍物比赛规则 本关比赛采用计时制 选手需驾驶坦克或装甲车 快速通过全长为3.7公里的跑道 中间分别设有车折桥 土岭 直线桩 S型路线 T型限制路 弹坑 共六处障碍物和限制路 如途中发生 压杆 碰杆 打尺 或停车等情况 是错误程度扣除相应分数 本关比赛总分100分 每提前或延迟一秒均加减0.1分 最终分数高者获胜 下车潘风前来战事成志 上车准备 看信号发车 是 关到 准备完毕 接下来上场的是潘风 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 我们总能感觉到他身上的那种豪爽的性格 那种言语中不知不觉流露出对于教练吴奇的尊重 教练指导到位置 指导游 小吴是你们的教练 还有 曾经我们觉得吴奇不会告诉我们他们在车上做记号是什么秘诀 以为他比较直爽 可是没想到他的回答竟然也是 就是这种默契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他们之间如兄弟一般的战友情 当然这样的情感总不是单方面的 因为此时已经比完的武器在现场也是等着同样心气固惨 不时的询问客人潘风的用事 快了 差不多了 他跑8分钟他就拿第一 是吗 对 为什么他跑8分钟拿第一了 因为他目前的成绩都非常好 但是你还不知道他中间有没有违规的地方扣分的地方 对啊 就什么 他如果没有了 就很可能 现在我们看到烟雾了 对 马上就回来了 马上就来了 636号 应得20分 值得0分 扣分项 为公图县之路 在10号至11号之间公图县之路 看来 无奇对于自己战友的比赛抱以很大的希望 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潘风竟然在比赛时 因为对场地的部署跑出了道路 导致此项为0分 这让我们都看到的非常难 还跑出路线了 潘风你好 你好 比赛结束了 知道自己的成绩了吗 对 知道 不怎么理想吗 最后这一关 骑车这一关没考虑 很遗憾 那估计现在就失去冠军的争夺了 是吧 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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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生气了 很生自己也不生气了 关键时候这个环节没有把握住了 由于潘风的失误 导致接下来为卫戍区夺冠的希望 都落在了小将王志涛的身上 在前辆关中 表现都一直停停的王志涛 能否顶住压力呢 这让我们每个人都知他憋了吧 要知道 现在排名第一的安亮 所创造的成绩是很难被超越的 你好安亮 感觉比的怎么样呢 感觉 还行吧 还行 前两关比完了之后 然后你的分数是列前三 对 那这一关现在暂时列第一 是哦 如果后面没有超过你的三关加在一起 你的总分就 如果不出意外的情况下 可能是冠军了是吧 不好说 这个真不好说 你也很谦虚 看 因为现在毕竟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 是哦 那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是个什么心情 我建立了 行了 王志涛此时只有调整心理状态 全力以赴才有可能辅转清昏 但是很不幸的是 在弹空环节中 他出现了失误 通过弹空 因得十分 十得八分 障碍物上停车 扣两分 居然发生了停车的问题 这样的失误无疑给王志涛夺冠的可能 打了不小的准备 可是事情远不止如此 到达终点后 裁判又提出了这样的疑议 使用 制度转架一次 扣四分 让他去观察 他扭带印 到底是几次 这种感染 他不使用 他不使用 他根本过不来了 就冲进去了 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的事情 那结果怎么样呢 在比的过程当中 这个 感觉总体还可以 但是不太理想 怎么讲不太理想呢 因为刚才跑路的时候 速度通过 过完车脚以后 速度太快 然后一致于 往前多跑了 有二十米 然后又反头 掉头又跑回来 我想这十点跑的 确实有点长的感觉 点了几次之中 点了一次 是一次 可能从某一角度上看 可能会认为是 两次有可能 服从裁判的裁决 现已确认 六三几号 使用制度转要一次 好 明白 还好最终裁判 还是做出了 失误一次的判决 但是即便如此 王志涛也无缘 冠军的荣誉 裁甲车过胀驾驶比赛成绩 第一名 S集团军 苏建明 101.5分 并列第二名为L集团军的安亮和北京卫戍区的无奇 均98分 第三名 E集团军 崔电平 96.2分 最终 裁甲车驾驶专业总成绩 第一名 L集团军 安亮 96.16分 第二名 E集团军 翟春雷 93.88分 第三名 S集团军 苏建明 91.54分 经过一番场地的修正后 坦克驾驶的比赛将继续进行 第一个出场是此次比赛中装备最为先进的96式坦克 驾驶它的是来自于E集团军的卢威 虽然也是3.7公里的全程 但是坦克驾驶的比赛在限制路障碍物上 却比装甲车驾驶比赛多了S型限制路和双直脚限制路 少了T型限制路 我们看到它很顺利地通过了车折桥和四个数 看来技术都的确是非常不应 而与之较量的是来自于S集团军的赵龙 他驾驶的88式坦克虽然不比960 但是他的马力也同样的小时 很顺利地通过了S型限制路 此时他们都来到了双直脚限制路 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表现 赵龙先开始转弯 没有平坦 刘威也是 第二个都很顺利地通过了这个环节 下面是弹坑 他们也是发挥的相当稳定 不过最终赵龙还是没有因为装备的原因落后无微 反而率先到达了终点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感受 今天驾驶这关比得怎么样 一般吧 怎么都是一般呢 感觉哪里还不尽如人意呢 没有发挥最好的水平 由哪里被扣分了 在换挡上 为什么换挡上被扣分了呢 意外吧 意外 对 没有发挥的最好的水平 在哪个位置上换挡被扣分了 车车球 刚开始这个地方 对对 准备上的时候是吧 对对 你觉得今天这一关 驾驶这一关 对你来说 比较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没有难的地方 最难的是心灵 心灵是吧 对 怎么讲呢 还是准备了不过充分 感觉这一关应该比我想象中要好一点 别 我觉得 彩网了这么多 你是第一个比想象中的要好的 其他地方都是不如发挥的不尽如人意 然后不如训练的好 你觉得自己比想象的好在哪里呢 因为这一圈时间我们算的是巴巴币是11分40多秒 但是使者保安来的时候应该是八九分钟算是比较快的 接下来比赛的是同样驾驶五九式坦克来自E集团军的王立兴和S集团军的乔宏 我们看之前两位选手过双只脚的时候肯定觉得他们过得都非常顺利 以为这并不难 可是这一组选手却发生了这样的失落 先是驾驶五二零车的王立兴直接从标志杆上凉压了 然后是乔宏与驾驶的403车 在最后发生了吸火停车的现象 我们再来看一遍 所以这些看似简单的环节 如果没有刚才的那一幕 你一定觉得这很轻松就开过去了 即使不然 要在保证快的前提下不发生失误 这显然是并不容易的事情 每个参赛选手都在赶时间 如果可以 几乎都是一脚油门踩到底的 但愿他们俩接下来过弹坑 别再出现问题了 乔宏与驾驶的403 又是差一点就碰到了右边的后市单 还好最后的环节都排算顺利 即便如此 因为之前的失误 他们的分数也不会高 此时天开始有些暗了 这对下面上场比赛的选手 是个不小的印象 而接下来比赛的弘星 一开始就在车折桥的起步速度上 慢了多少 与此同时 尔尔集团军的王伟峰 却很顺利的通过了图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过T型限制路时的普线 王伟峰驾驶的608车 在转弯时压倒了标志杆 这样的失误 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 好在他的速度一直都很快 除此之外 等到冯星回来 陈之雷也就该准备上场了 而此时我们发现 冯星竟然变得灰头土脸的 不仅是冯星脸上是土 坦克上也都是各样的小石子 看你满脸是土 是不是越往后比 因为场地已经被坦克 装甲车给压 尘土飞扬 浮土特别多 一压的给土压收散了 对 我觉得前面上场的还好一点 越压的越松 后面的很吃亏 我看刚才后面那样车过去 基本上都看不见了 对 基本上就是你速度太快 就抽线路里边 基本上就看不着线路了 这么大的冯涂会有很大的影响吗 对 影响非常大 因为你过线路的时候 你里边线路的杆可能看不清 有的就只能凭感觉了 因为之前的抽签 陈志磊抽到了最后一个上场 所以等到他开始比赛的时候 天已经基本黑了 视线变得很不清晰 别说是限去干了 就是跑道都很难看清楚 在这样的调节下 比赛 让陈志磊面临空前的防战 他只有放下对名次的追求 尽量发挥正常 来能减少失误 但愿他能发挥出一贯的冷静作风 面对最后的考虑 坦克过胀驾驶比赛成绩 第一名S集团军赵龙93.7分 第二名S集团军李祥生93.4分 第三名L集团军王伟峰92.5分 最终坦克驾驶专业总成绩 第一名L集团军王伟峰93.96分 第二名L集团军杜华92.98分 第三名S集团军李祥生89.58分 小陈回来了 稍等 调整一下 好的 调整一下 第一次陈志磊拒绝了我们的镜头 我们无法想象 对于他这样此前就一直是抱着冠军梦来参加比赛的选手来说 这样的结果意味着什么 我们看不到他的内心 只有他不断的摇头和面对镜头是强忍的微笑 作为一个有着十年军灵的老兵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但如果不是因为出到最后一个上场 或许事情的结局是另外的样子 但是我们只能说比赛就是在 还回忆在最后一关的比赛当中是吧 对 喘口气现在可以了吗 对现在可以了 最后一关比赛感觉怎么样 不是太影响 成绩以后感觉不会太好 那我觉得用时挺长的好像 对 你看现在天色已经八点多钟了 现在天色也暗了 然后呢 这个经过这么多的装甲车坦克的压年呢 路已经非常非常松了 尘土非常的多 是不是会对你最后一个上场的队员 会有很大的影响会不会 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不是主要的 关系还是自己这个 有可能技术上还有差距 感觉自己从这次大比赋当中 有什么体会什么收获吗 这个第一个是找到了差距 第二个就是这个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自己这个技能方面还需要这个进一步练习 对 连约 陈志磊最后还是没有像你们最初期望的那样 获得最终的冠军 你们一直在跟踪他 一直在拍摄他 是不是到现在有一些失落 其实心情挺复杂的 不过还好了 参与到他们的比赛当中 我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其实正像我们参加队员们 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 谁都想拿冠军 但是冠军不是最终的目的 重要的是 他们有这样一个机会 有这样一个平台来展示自己 来相互的学习 相互的取长补短 对 是这样的 这次大比武也调动了每一个战士的训练积极性 通过北京军区基础训练比武竞赛 也全面检验了每一个人的训练成果 没错 没错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也要向获得冠军的王伟峰和安亮表示我们的祝贺 观众朋友们 本期超级战士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的职责 我们的使命 超级战士 为荣誉而战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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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城府 有什么比这更高的荣誉 一路苹果不会枪手 天一样的坚强 港一样维护 一路苹果是表明 时刻准备冲冲冲 人生天土 常在重处 超级战士永远掌握不不胜